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素食屋外VN 我今天想教大家做壽司 這個壽司其實也有些花功夫 但做出來的效果也蠻漂亮的 好像一朵花一樣,不如看看我怎樣做吧 我們煮大約一杯至涼杯的壽司米 接著我們要洗乾淨的米 我們預備一些菜心,我們只需要菜心的款 剪了一些葉子,我們放在一邊 我們預備煮滾些水,然後把菜心放進去煮滾它 我們現在把菜心切粒粒 然後我們拿兩至三粒的日本乾莓出來 然後我們拿兩至三粒的日本乾莓出來 把日本乾莓切成泥一樣 把剛剛煮好的飯,大約拿200克的飯出來放進碗裡 然後大約放一湯匙的乾莓來進去這個飯 然後放大約一茶匙的紅肉火龍果粉進去 我們趁飯還熱,我們快點攪拌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倒入已經調味好的醬汁了 就是有壽司醋大約一至兩湯匙 少許微軟,少許鹽和兩湯匙的糖 我們繼續攪拌它 我們把飯放進另一個碗裡 那這次就是放些菜心粒粒 我們可以撒些白芝麻 現在也可以放我們調味好的醬汁入飯裡 然後就可以加些抹茶粉 我這次加多了少許,所以又有點苦 如果不喜歡那麼苦,就不要加那麼多 所以這次顏色比較深色 我覺得淡一點會更加美 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出兩張海苔 我們就是對摺,剪開再對摺 其實就是想剪成六份的正方形 那我們總共就要做六片的正方形 我們將第六塊的正方形 就剪成五條長的長條 這個長條是用來做花蕊的,花反的 我們將第六塊的正方形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到的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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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就拿一張正方形的紫菜出來 然後將兩條筷子分開 然後將兩條筷子分開 然後中間就鋪粉紅的壽司飯 我們可以在粉紅壽司飯上面的兩旁 再加深一點點的顏色 然後我們拿一條右的海苔 就放在我現在這個位置那裡 我們由外到內地對摺 記得用手指壓緊一點 形成一個好像三角形的形狀 我們重複再做多四次 如果凸了出來長一點的地方 你就可以剪短它 如果那些飯太多 你也可以剪出來 那一共有五個花蕊卷 那我們首先把保鮮紙包住這個竹籽上面 我們就拿起這個籽 就做一個勾形 然後放一些花蕊卷進去 做到好像花的形狀一樣 然後將抹茶飯放在花蕊之間那裡 這個步驟就需要多一點點耐性 這個步驟就需要多一點點耐性 那我們整形之後 就記住用力壓回形出來 我們要記住脊子 要跟保鮮紙一起拉緊它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保鮮紙打開 然後放一張海苔進去 我們現在一邊捲一邊用一個隻的力 壓緊壽司做一個形狀出來 那你現在就可以剪走多餘的紫菜了 我們要把便宜起來 這時候記得刀要添加多點水 濕濕地切 完成了我們可以吃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隔壁做的花壽司 這個花壽司我覺得最難的就是做裡面的花蕊 裡面的五個花蕊其實也有點難的 其實我想下次我會弄圓一點 圓一點的形狀我覺得會漂亮很多 而綠色的綠茶這次加多了 所以很黑很多綠色 其實你加少許 我覺得可能加些粒粒的抹茶 我覺得都已經足夠了 不用像我那麼多抹茶 弄完之後的效果其實我覺得挺漂亮的 也很開心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有什麼問題記得留言給我 記得按Subscribe Podcast小鈴鐺 那你第一時間可以知道最新的視頻 多謝你們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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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